嗨 大家好 我是哲琳 事情發生在一個瘋狂日曆的早上 小新勿所適適的運著足球 各種特技 十八方無意的樣子 在小新的精彩足袖杯人之後 擺出一副犀利的眼神 想要射門 直接把牆壁踢出一個大洞 媽的 神殿時也沒有去挖角小新 真的是太可惜了 美牙生氣了出來 要找小新算帳 但是小新早就流之大忌了 無奈的美牙只好繼續做家務活 美牙計劃把衣櫃裡的棉被拿出來曬一曬 演員家的藝術 老洋子又是塞滿著雜物 就當美牙又把棉被拿去曬死 突然刮起一陣強風 把棉被給吹走了 棉被被吹到了樹上 於是小新跟美牙合力把樹上的棉被拿了下來 但是棉被又被吹走了 美牙拿起了曬桿 想要去救場 結果不偏不移的 在小新剛剛的大洞上 補了一刀 完美的把牆壁弄出了一個大洞 不得不說 這曬桿應該不輸給收工的金箍棒 於是廣志帶領其的小新來修復牆上的大洞 就在廣志要求小新把低木板的錘子給他撕 誰拿來的卻是一把點火器 然後又被廣志臭罵一頓了 這時美牙則是想煮西米露 給廣志跟小新當作點心 不料瓦斯爐怎麼點都點不起來 就在這時 小葵因為沒有小新跟廣志的照顧 小葵趁亂想要拿走桌上的化妝水 美牙一個情形之下想要阻止 不小心踢到了桌子 就這樣把桌子壓垮了 在外面修復牆壁的廣志跟小新 聽到聲音之後趕緊衝進來 廣志聞到了家中濃濃的瓦斯味 美牙才想起 剛剛要煮西米露的火沒有關 就在這時 小新一句來了火 不是 小新你手裡怎麼還拿著打火機啊 被炸到灰飛燕面的演員一家 留下呆滯的眾人 無法相信眼前的螢幕 還有 小葵你怎麼沒事啊 廣志無奈的說 還有三十二年的貸款沒有繳啊 小新從睡夢中醒來 發現房間怎麼不一樣了 這時 美牙才說 他們一家都在隔壁的大神家 小新才意識到 原來他家真的被炸掉了 小新自責起 都是因為他點燃的那把火 才因此釀成了大禍 美牙安慰的說到 是大家不小心才會造成的 小白打破了悲傷 衝到小新面前 小新才搭戲精神的說到 小白沒事就好了 小白可以說是因禍得福亞 可以在大神家裡跑來跑去了 這時廣志還在爆炸的房屋之中 會一起當初在這間房子的點點滴滴 每天累的回到家裡 就和兩個孩子一起洗澡 然後一起吃飯 睡在一起 玩在一起的房子 原本就在這個地方 小新帶著春偶部防衛隊來爆炸的家中 大家紛紛把自己最重要的寶物送給廣志 謝謝你們大家 而園長先生和大家也送來了慰問金 大家都要用自己的方式 鼓勵著演員一家 王子雖然面容憔悴 但卻也被大家的心意所感動 隨便趕到的美牙還送來了一個好消息 原來美牙蠻著廣志 用私房錢買了火災保險 會有一筆房屋修散的費用 我們有錢去買保險嗎? 是私房錢啦 廣志開心的抱起美牙 這時候大家幫演員一家 喊起了加油 廣志也奮發振作了起來 他可是演員一家的一家之主呀 並且打起金神來說到 那麼明天就去找公寓吧 雖然隔壁大神說住多久都沒有關係 當然修復房屋總需要一段時間 震得吉林跟美琪就跳出來說 找公寓他們可是專家呢 於是隔天 廣志就帶著小新跟吉林還有美琪 來到了房仲公司 不過房仲以為廣志有3萬元的預算 想要推薦不錯的物件 廣志才說到他只有1萬元的預算 而且他們有4個人至少要2間房 房仲流著汗跟廣志說 這種價錢在窗戶部是非常困難的 小新和吉林還有美琪跳出來補刀 一個要有游泳的房子 一個要摩登設計師的大樓 不用想你知道 他們異形人成功被房仲趕了出來 早就早就小新說他們肚子好餓 吉林和美琪也附和的講 我們先吃午餐吧 於是他們就到了附近的烤肉餐廳 當廣志還在為了省錢猶豫要點什麼時候 吉林和美琪已經點了2份套餐了 有一家才剛被炸毀 現在廣志的錢實在接不去消耗 就在他們吃完飯之後 他們又看到一間不錯的房子 但是房屋還是超過廣志的預算 這時候中間流汗告訴廣志 這裡已經不太容易看到便宜的物件了 就在這時小新熟練的說出 我爸爸最近被裁員了 然後媽媽又丟下了我和爸爸 爸爸 我真的好餓喔 不是啊 你們不是剛剛才吃飽嗎 不過這讓房仲開始有些同情 甚至想要讓步 但是小新就又馬上說到 廣志每晚都會喝得爛醉 還會凶狠的跟我說 我的酒沒了 趕快給我出去買酒 理所當然 廣志他們又把房仲給氣跑了 不過等說 小新是半套店的 做事都做半套的 房仲都被氣跑了 小新才開始解釋 這是妮妮的超真實半家家酒的內容啊 廣志跟小新以前 只好沮喪的坐在公園 煩惱的今天 還是沒有找到適合的房子 廣志突然回憶起 他把他搜起家 整整六年 與美牙生活在一間六坪大的小公寓裡面 我們經歷了好多事喔 親愛的 親愛的 那個時候的美牙 真的好可愛 不對 現在也很可愛 買了車子 又生了小新 雖然很辛苦 但生活的點點滴滴都很幸福 就在這時 廣志抬起頭來 廣志看他有那棟房子 就與他當初 與美牙生活的六坪公寓 十分相似 廣志下定決心 要從這裡 從頭開始 就在這時 小新帶著小葵突然說到 想去隔壁大神家 跟小白說再見 小新跟小葵在和小白道別時 小新依依依不捨的說道 不能給大神添麻煩喔 看來小新有時候 還真的蠻懂事的呢 小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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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隔天 搬家公司把大包小包的東西 放在公寓門口 這時候隔壁家的大神 就背著小葵 還有吉林跟美琪 過來幫忙演員一家搬家 廣志看到他們兩個作賊心虛 不想幫忙的樣子 他們兩個還急忙解釋 才沒這回事呢 過了一會兒 他們總算把大部分的東西 都給搬進來了 光致看到吉林跟美琪 就知道他們被使喚得淋淋盡致 還會在忙裡偷閒 嘴炮廣志 以為先生還真想啰嗦的小姑 平常我根本就不想拿筷子中的東西 哎 罵了一天之後 廣志終於受了一口氣 總算告一段落了 美琪雖然嘴巴上嫌棄這間公寓很小 但是這裡似曾相似的場景 還是讓美琪和廣志想起 以前在公寓的甜蜜時光 廣志修瑟爾告訴美琪 這就是她 之所以會住在這裡的原因 美琪依味著廣志 彷復初日 還是那對青澀的情侶 可惜的是 這都已經是過去式了 就在廣志跟美琪 情不自禁的要接吻時 現在身旁 還有小欣跟小葵在旁邊看 廣志趕快轉移話題的說 該吃晚飯了吧 來緩解尷尬的氣氛 如果各位 還想看野原一家 跨下痛公寓 發生了什麼趣事的話 趕緊按讚訂閱分享 我會趕緊加班 趕緊做出來的 我是少年雕像的哲哲林 我們下期再見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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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